大家好,又是我五哥 今天想和大家介紹一個iPhone App 很棒的 叫做限時情報 左上角這個 有什麼特別呢? 大家都知道其實Apps 有些是會收費的 可能很多朋友未必喜歡 收費都不會下載 但它很多時候推廣 有些限制一兩天免費給大家試用 試用意思是 裝上的Apps 是有所有功能 它會當作減價 你可以用來試用 即是用來下載 這個Apps 好處就是這樣 譬如我剛剛看到這個 它進入裡面其實有很多東西看 有些最新資訊 一些手機或者電腦資訊 譬如我剛剛看到一個好像挺好的 就叫做 旅行清單日常事物收藏紀錄 按進去就有這個Apps的介紹 簡單介紹 會做什麼 有什麼好處 我覺得挺好 旅行的時候 幫你記錄 要帶些什麼 就記錄了 下次再旅行的時候 又可以用 它會給你連結 你按下載位置 你就可以取得下載 這是免費的 大家可以有興趣 下載這個 叫做限時情報的Apps 挺好的 它會不定期通知你 有些什麼Apps 減價甚至免費 我時不時都找到 一些挺好用的Apps 在這裏出現 今天就先說到這裏 今晚再和大家聊天 如果記得 like我的影片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拜拜